剛剛現場提到也你要在國五各交流道設置體溫量測站 並進行實聯制 然後希望能夠降低民眾跨區移動的意願 請問相關的細節跟預計什麼時候要執行 我想這點是不是還是請我們秘書長 來對這個問題做個答覆 剛剛的提問 我想這個部分 大家都知道這段時間從7月2號 就是我們的暑假期間 以往宜蘭 在各縣市的一個旅遊遊氣的過程當中是一個熱門的遊氣的地方跟景點 所以 從7月2號開始 陸陸續續我們有看到外縣市的民眾包括 車流人流都有持續的增加的情形 雖然 我們也配合了一些 包括我們的南方澳的南里漁市場 或是在我們頭城的大溪 我們都已經進行了相關的一些 包括單一出入口 包括總量管制 但是 還是我們還是可以看得到 這樣子的車流持續的有增加的情形 那針對這樣子的一個情形 在三級警戒期間 大家也都很清楚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的一個 指引是特別提到 避免跨區的移動 剛剛縣長也特別提到 所以縣政府 就來思考 怎麼樣能夠減少 民眾 跨區移動的這樣子的一個意願 所以 剛剛特別提到的這個國五 相關交流道 做的一些相關的一些 檢測或篩檢等等 這個是在我們 縣府內部 討論的方案之一 所以 這個部分 因為牽涉的範圍 比較廣 會涉及到一些相關的管制 或是車流跟高速公路之間的關係 所以 這個部分我們都還在省慎的評估當中 所以 針對剛剛特別提到的說 他的實施的時間 這個 也納入我們的評估當中 包括 很多人也關心的 我們內部 也在討論的議題當中 就是包括 那如果這樣子的管制 那縣民的進出 會不會一併受到影響 這個也都在我們納入的評估討論當中 所以針對這個部分 目前 我們對 內部還在 相關的研議 所以 這個部分 相關的時間點 我們還在 研議當中 等到 適當的機會 我們 再來做一個說明 非常感謝秘書長所做的答覆 下一題 請問 縣府會不會 是否已經有評估 導致塞車的問題 那如果民眾接受體溫量測如果過高 會不會要求他回去不得進入限境之內 那 同時 各聯絡道有包含台二台九以及蘇花改蘇花公路嗎 那 另外 在限境內移動的縣民 會不會受到影響 我想這點是不是還是請秘書長 為我們縣民做個答覆 跟 這個 有 所提問的內容 就如同我剛剛也特別提到 因為他 還在評估當中 所以 這些評估的內容 其實我們內部 也有做一些相關的意見討論 包括 剛剛特別提到的 像回堵的 這個事情 我們也會 來做一個評估 甚至於 我們也會 必要的時候 也會來跟高公局這邊 來做一個請教 所以 這個部分 都還在省慎評估中 包括體溫過高 我們也在討論 怎麼樣 能夠讓 這個體溫過高的這樣子的車流 人流 如何能夠 回轉 然後回到 原來該回到的地方 另外 台二台九的這個部分呢 因為我們的統計資料可以看得到 目前的一個車流大部分還是以國五 為 主要的 來源 主要最大的一個來源 所以我們現階段 在討論的過程當中 我們是先以國五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考量 至於說 這樣子的一個 管理的措施 完了之後 如果說 有車流 可能會分散到台二跟台九的時候 到時候 我們才會啟動第2階段 把台二跟台九一併來納入 所以 這個都是在我們過程當中 討論的一些內容 所以也謝謝 我們剛剛媒體朋友所提到的這個內容 這個 在我們內部的評估過程當中 都是我們曾經有討論過 那目前 我們也持續 再來做相關的一些評估當中 以上 交流道的這個部分 我想 剛剛 前面也有提到 那我們內部也有討論過 就是 我們在交流道的一個 出口 設置的點位 這個部分 都必須要做現場的一個確認 也就是包括 如果真的要去設置 包括他的一個 設置的點 一定是不能夠影響 交通安全 甚至於 用路人的 這一個 平面車道用路人的這個權益 所以這個部分 都必須要透過現場的一個了解 才能夠做進一步的一個確認 那至於說 剛剛提到的這個 如果說疫情 三級警戒 有調降 這個部分還是回到 剛剛縣長一開始跟大家 所做的一個說明 在三級警戒期間 的指引 他就是特別提到 除了個人 必須注意的地方以外 就是特別要去注意到 避免跨區移動 所以我們在做的這個措施 目前在研擬 或評估的這個措施 其實都是 架構在 我們三級警戒期間的這個 避免跨區移動的這個前提 當然 如果中央 已經微解封 或是 從三級降為二級 這個 避免跨區移動的這個 指引 有做一個修正跟調整 當然 縣府的相關的管制措施 我們也會配合中央的一個 微調或調整 我們會去做一個檢討 來做一個放寬 以上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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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